老人临终分遗产,儿子得6000,只给女儿床救棉被,到家发现是个宝 王大娘和他的老伴有一个女儿和一个儿子,一家人生活得非常幸福 说爱老两口是农村种地的,收入不高,但是也能养活他们一家四口人的日常开销 虽说日子过得清贫,但他两个孩子从来没有抱怨过,而且很懂事 每天放学后都去地里帮王大娘干活 尽管王大娘每天再苦再累,只要一看见两孩子就感觉不到累了 有一年村里闹饥荒,家里面没钱的都去外出,乞讨了,不然在家的话会把一家人饿死 王大娘他们一家平时省吃俭用,在地窖里存了不少粮食,所以才让他们家度过了最艰苦的一年 一年后日子慢慢好了起来,孩子也渐渐长大了 饥荒后的第三年,王大娘的女儿才20岁,就嫁给了邻村一个很憨厚的男人 两个人认识还是王大娘远方姐姐介绍的 那个男人虽然有点傻乎乎的,但人非常老实,而且家庭条件也不错 王大娘觉得自己的女儿嫁给这样的男人,以后肯定不会吃苦受累 所以就把自己女儿嫁了过去 婚后不久,王大娘的女儿就生了一对双胞胎儿子 这让王大娘一家人非常开心 虽然不跟自己家姓,但那也是自己的亲外申,有血缘关系 所以王大娘一家经常在村里炫耀自己,有一个双胞胎外申 孩子出生不久后,王大娘的儿子就出去打工了 王大娘的儿子在外面打工的时候,认识了现在的老婆 由于自己的儿媳妇是成立人,很是心高气傲 看不起王大娘他们一家 所以王大娘一直不同意这个事 但没办法儿子执意要娶他 根本不管老人的感受,甚至以死相逼 没办法王大娘和他老伴就同意了 儿子结婚的时候竟然给王大娘儿子定了个规矩 让王大娘的儿子不能经常和他爸妈还有他姐姐来往 而且生孩子必须跟女方行 儿子结婚后,王大娘每天都以泪洗面 没想到养了一个这么不孝顺的儿子 简直要把他们老两口逼死 半年后王大娘的老伴就因为车祸离开了王大娘 而他们的儿子就回来待了一天就走了 村里的人都骂王大娘的儿子,是个畜生,是个不孝子 老伴走后王大娘也体弱多病 是自己的女儿女婿一直照顾他 可是没照顾多久,王大娘就因为重病住进了医院 医生说可能活不过三天 王大娘就找来了自己的儿子和女儿立下了一组 王大娘给了儿子全部加到六千块钱 给了女儿一双棉被 王大娘转身对女儿说 妈没本事就这些钱了 你把我床头前的那个棉被拿回去吧 那个棉被是我和你爸有了你买的,非常有意义 晚上回去的时候王大娘女儿看棉被有些脏 就放好了水,把被套拆下来去洗 就在这时发现棉被里掉出一个存折 打开一看吓了一大跳 存折里竟然有16万存款 里面还夹着一张紫写的 女儿呀,这些是我让村长带写的 这些钱是你们姐弟两层家后 我和你爸一点点慢慢存上的 一年前我把存折放进被子里 之所以这么做也是迫不得已 你和你老公好好过日子 把孩子照顾好 每年清明节给我和你爸按时上坟就行 看着这些女儿嚎啕大哭了起来 整整哭了一个晚上 最后有了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